一支温度计气温上升 那个水盈就会上升 当外面的气温下降 水盈就会下降 那么温度计为自己能随时适应外界的环境变化 他觉得他很了不起 这个温度计 有一天温度计不小心掉了 进了一个城满热水的容器里 热水的高温使温度计里面的水盈迅速上升 很快的突破了温度计的顶端 随着砰的一下温度计炸裂了 这个典故就是告诉我们人也像温度计一样 外面环境越好 他自己呢开心的骄傲自满 以为天下都是自己的 外面条件一不好 环境不好 一烦恼脾气大 恨心 马上就会上升 每天被外面的环境控制 心情被环境控制 自己还不知道 终有一天 自己不能忍受环境的困扰 烦恼和嫉妒 称恨 你就会爆发 就像温度计一样 让自己受到伤害 要学会静转而心不转 不管外面发生什么 我还是原来的我 这就是学佛人经常讲的 关门即是净土 闭门即是深山 我们心中有佛的人 心静得下来 永远有一个安静 平安的心态 聊天 说什么 我奏 我奏